少春 你去哪儿了 派着四处找你那儿 雨伦 你救救朝嬷嬷 你快救救嬷嬷 朝嬷嬷怎么了 她出事了 只有你可以救她了 明少春 你要不要听一个故事 没有用的 我队已经上了好几道奏书 都被留中了 他们官官相护 咱们根本没办法 那怎么办呢 我倒是有个办法 为今之计 只有致死敌而后生 这个内阁像个铁桶 外人等钱攻不进去 若不刻意接近孙迅 永远也拿不到他的证据 你的意思是说 假意投诚 对 我都已经弹劾他三次了 如今凭我一己之力 不好办啊 这件事由我来办 明日你就去告发我 这样孙迅对我 才不会有太多戒备 这么做风险太大了 那又如何 大不了一死 你若还是这样 犹如寡断的话 那我只能向皇上死见了 远道 明兄 我答应你 就这样 你父投靠了孙迅 而甲方元的父亲 却被孙迅栽赃陷害 逼得在朝堂上处逐而亡 全家流放 孩子像牲口仰被变卖 与人为奴 父亲开始在孙迅那边 是如鱼得水 孙迅那个老狐狸 岂是那么容易被骗的 自打那以后 朝堂上再也没有人 敢跟孙迅公开交代 你以为令尊的死 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 那是灵兄身份暴露 孙迅杀人灭口 不 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信 你怎么才信 不管你怎么说 你都不是一个好人 凭你一面之词 我便相信 公爹孙迅是奸恶之人 我会用自己的方式 去查明此事 如果让我查明 一切却是你说的那样 我定然 会还我父亲一个公道 四爷 四奶奶去哪儿了 怎么一整日都不见人啊 才刚听大奶奶说 四奶奶回家看长嬷嬷去 要下雨了 我去接她 拿她把伞 小春 去哪儿了 天要下雨了 正着给你送伞呢 你 你 手怎么这么凉啊 雨了 要是有一天我对不起你 你会恨我吗 说什么呢 你怎么会对不起我呢 世事难料 明日会如何 谁又说得轻呢 怎么了 说出什么事了 不是 我是 我进去了 你 我离松它的 来 我没钱 我 �偏 现在最后 午 她 喝、 然后 白海 нед 又电台 背 unten 哈 你也就是我 我对老爷的 这只是谈刺 你不想到你 你不想到这个 那我好了 我都不想到你的 你呢 我又不想到他 我爹追随姥爷的时间最长了 不过要说亲近 他也不算是 怎么说 因为我爹也不常跟在姥爷身边 姥爷倒是会吩咐我爹去办事 但具体办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好 你忙吧 少车 我见你少欧没吃几口饭 替你备了鸡汤 快趁热喝了 我不饿 你喝吧 若是梁金冠拿到了老爷巨瘫的罪证 那孙家就会有灭顶之灾 但御楼是无辜的 不行 我要救御楼 梁子 干什么呢 毕老 我们一同去游玩吧 这些天我在家里闷坏了 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 这乘坐忙得紧怕抽不出空来 要不这样 等我替老爷查明了梁金冠摊墨盐 我再陪你逛逛 好不好 梁 梁金冠 是啊 梁金冠在城外买的处宅子 嵌了这石的火 烧到墙壁里都露出了金砖 皇上龙颜大幕 将梁金冠下了狱 等待查办 梁金冠 怎么会是他 我且要忙一阵子呢 还没时间陪你 我来跟你说一声 过回子还要回衙门呢 果然十恶不舍的人 就是梁金冠 想利用我构陷老爷 我应该马上和老爷说清楚 怎么了 是不是我不能陪你 让你不高兴了 没事 你快去衙门吧 少春 你是什么 我去衙门 我已经通报 善则闯入书房 谁教你的规矩啊 梁金冠塌 这回你都明白了吧 但是这件事还没有结束 玉龙 少春 你去哪儿了 派人是私宿找你那儿了 玉龙 你救救趁嬷嬷 你快救救嬷嬷 川哥哥怎么了 他出事了 只有你可以救他了 女子 老爷 你回来了 你居然敢联合万人来骗我 父亲自己做了什么 心里不清楚吗 我做了什么 我做的都是官国社稷的大事 你们这些黄公小儿懂什么 老爷把他们抓回去也没有用 做伤听害理的事情总会有报应 你说什么 好 好儿子 以后你别明白了 嗯 嗯 嗯 父亲回头吧 只要他们平安 我父亲也会平安的 真的 羽龙 你还是太天真了 是金银云比你想得复杂得多啊 父亲这是何意 他知道这么多 又怎能平安物身之身室外呢 你 娘 娘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娘 娘 娘 萌萌 你怎么了 娘 娘 萌萌 娘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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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军 小雅 小雅 冯军 冯军 你一直在骗我 在骗我 我最尊敬的父亲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是不会原谅的 不论你去还是不去 都该变不了什么 特朗讨备